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几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号 我是主讲人志哥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 Partitions Map Partitions with Invest,Sought By和Sought By Key算子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我们继续学习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Map Partitions这个算子 那么咱们说了,在创建当前RDD的时候 会对当前RDD进行一个分区数 那么在这里,我们通过当前Map Partitions 将当前这里每一个元素进行一个计算 那么我们虽然给了个三分区 但是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 是10 20 30 40 50 60对吧 那我们怎么能确定当前这个数据确实是变成这样了 或者说我这个位置真的就是43个分区吗 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算子 叫做Map Partitions with Invest 它是干什么呢 这个算子是对RDD中每个分区的便利操作 分区的便利操作 那么既然说我们创建RDD的时候 已经给定了三个分区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当前下面那个Map Partitions with Invest 来查看一下每个分区中存的数据是什么 对吧,所以此时呢 暂点我们可以这样做 通过RDD1.Map Partitions with Invest这个方法 然后呢这个方法呢里边呢会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克里化参数 是一个便利操作啊 是一个克里化参数 是一个便利操作 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隐式转换值 是一个默认的啊 我们会给一个值啊 是一个默认值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仅需要传入如何便利出分区数据 这个函数即可 那大家也看到这个分区便利出这个数据函数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INT类型即当前分区ID 后边呢是一个Iterator迭代器 对吧 那这个迭代器呢 就是分区下的Value值啊 分区下的Value值 所以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当前这么一个方式呢 来进行一个操作啊 咱们就可以进行操作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呢就来封装一个函数啊 这里 WL 然后IT啊 这个IT啊 等于当前小号 这里我们呢 分别是INDX INDEX的冒号 INT类型 对吧 后面呢 它是一个迭代器 就IT啊 冒号 当前这个IT啊 ATOR 然后呢 这里穿完之后呢 它呢 需要几个值分别在里 它的里边的值呢 分别都是INT类型 好了 然后呢 接来咱们 箭头大会儿下来 好了 那接来呢 这里我们只要通过当前迭代器 这个 I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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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MAP 即可以获取当前迭代器中的每个数据了 那分别呢 这里我们分别获取一个值 X呢 是代表当前分区中的每个元素 那接来呢 这里我们呢 那就可以进行个拼接了 让它打印输出嘛 对吧 那这里中号 我给你打印这个PARTID 就分区ID啊 冒号加index的inds 然后呢 再加上双眼号 逗号 value 为而有也 然后冒号加上当前的X 再加上双眼号 中号 好了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对当前数据进行个拼接了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打印分区ID和当前那个分区里边的值 然后接下来这里 我们将当前那个delete器啊 这个这个函数啊 传进来 分啊 传进来 即可 那此时呢 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反位值 我们在这里就会得到一个反位值啊 那这个反位值当中呢 存储的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啊 我们从称为rdd3 那此时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结果啊 set这个print啊 pntln 然后rdd3.connect connect啊 然后 点 Qlist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执行 那这个执行打印出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咱们不分了三个区吗 对吧 那么这个打印出来的呢 就是对应每个分区中的数据 那分区号呢 是从零开始的啊 这是从零开始的 那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好 这里大家看到这么一个结果啊 靠这个位置啊 同学们啊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里啊 他呢 对分区中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一次展示啊 对分区中数据进行一次展示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值 你看啊 这是partid0吧 对吧 这是不是有partid0 那这就是一分区啊 这就是一分区 看到吗 现在标这个标 标这个标颜色的一个位置啊 这partid0啊 咱们这样看吧 等下都关掉啊 看啊 咱们这么重新圈一下啊 咱们重新圈一下 看那啊 这个partid0 看啊 这就是一分区啊 一分区 然后看啊 这个位置 partid1啊 这就是二分区 然后这样一下大家看啊 这partid2 这就是三分区 那这三分区啊 各位吧 就是对应了我们之前 你看啊 就他 他啊 这个哎 长了啊 他啊 还有他 这个值啊 这个值啊 咱们不分三区吗 对吧 所以这里 看好了 对吧 ID是从0开始啊 0 1 2 所以这里对应三分区 这时候咱就能看着了 所以这个map partid6是对分区中每一个元素进行操作 那比如说咱们是下游线 其实取的谁呢 就是这个分区 你看吧 就下游线取的就是分区 比如说啊 在那里 大家可以这样看啊 咱们不是做一个map partid6是吗 对吧 咱们这个是分区值 对吧 那咱们map partid6是这个位置下游线代表谁 谁记得他就代表当前这个分区 这个分区 这个分区和这个分区 第1个下游线啊 然后这个位置的第2个下游线 这下游线代谁呢 就分别代表分区中的元素 1啊 2啊 等等啊 等等 包括34啊 56啊等等 所以在里 这个位置其实是对分区中每个元素进行 调作 那下面我们这个map partid6是 啊 位置index的 是可以详细看出分区中的数据的啊 那么OK 这个算子 我们就介绍到这